漫威电影宇宙中的地球总是多灾多难 好在危机时刻总会有身怀绝技的漫威英雄 站出来守护世界的和平 我们守护世界和平 漫威电影宇宙英雄大盘点 钢铁侠 有一位有车有房的天才富二代トゥニースターク 志在用科技守护世界和平 他凭借一副刀枪不武还能飞天遁地的高科技装甲 成为钢铁侠 好客 还有被辐射变异的天才科学家班纳博士 情绪激动时会变大变率变强壮成为无敌浩克 他发起脾气来可是很可怕的 好在有他的好朋友钢铁侠专门设计了反浩克装甲 可以帮他悬崖乐 雷神 他被冰下凡间的奥丁之子 他是神力无穷挥舞着锤子四处放电的皮革 哦不 雷神 洛基 洛基 雷神的地位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他曾经是冰霜巨人 如今是足智多谋的诡计之神 他曾想过去宇宙魔方 并靠无力 勇与雷 美国队长 他心怀正义的精英强化战士史蒂夫罗杰斯 拿起世界上最坚硬物质打造的盾牌 成为肩负正义的美国队长 他曾在二战立下战功 但却无幸被冰封 直到七十年后 美国队长再次归来 神盾局局长黑寡妇 英言 危难时刻 全靠神盾局局长迪克弗瑞主持大决 下决心要把非凡勇士聚在一起 在聪明角界的美女英雄黑寡妇 和机敏善射的英眼 这样实力一流特工的协助下 一个非凡的超级英雄团队诞生了 他就是复仇者联盟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漫威英雄的队伍还在不断扩大 我们下集再见 漫威电影宇宙中的地球总是多灾多难 好在危急时刻 总会有神怀绝技的漫威英雄 站出来守护世界的和平 我们守护世界和平 漫威电影宇宙英雄大盘点 上集我说到 复仇者联盟的诞生 让世界向和平更近了一步 但除了地球 银河系中还有一支强大的队伍 那是一支名叫银河会队的小队 他们守护着整个银河系的和平 他们分别是拥有半人半天神毒血统 爱听音乐爱尬舞的星爵 会说话的改造幻雄 武器专家火箭 超不可爱的吉祥无数人哥 银河系最强反派灭霸的亲女儿卡莫拉 可以通过触摸感知他人情感的螳螂女 情商的一却真诚的毁灭者德拉克斯 这群小队守护着银河系的和平 与此同时 地球上的英雄队伍又不断壮大 他是可以利用高科技化学物质 自由变大变小的一人 他是可以一面一物和心灵控制的新红毒 还有由钢铁侠的智能系统贾维斯 获取心灵原石后进化而来 拥有震惊身躯和超凡力量的幻世 东兵 他跟随美国队长一起打过二战 被兵风多年 之后被九头蛇找到并唤醒 装了机械币 杀害了钢铁侠爹妈的东兵 复仇者联盟的队伍越来越强大 但英雄之间却出现了分歧 钢铁侠支持的监管派的几位正义使者 和美国队长带领的反对监管派 几名超级英雄大胆出手 曾经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英雄们分崩离析 他们还能继续保护地球吗 别急 还有更多英雄加入复仇者联盟 我们下集再见 漫威电影宇宙中的地球总是多灾多难 好在危机时刻 总会有身怀绝技的漫威英雄 站出来守护世界的和平 我们守护世界和平 漫威电影宇宙英雄大盘点 上集我们说到 复仇者联盟面临内战分析比戏 难道他们就此没落了吗 答案显然是不 江山带有才人出 漫威电影宇宙的英雄力量 还在不断增强 更多超级英雄即将集结 奇异模式 在这样的状况下 出现了一位强大的英雄 他曾是神经外科手术专家 遭遇车祸去骑死回凶 掌握了超凡魔法 可以穿越多维空间 并且拥有时间原始的奇异模式 还有他被变异蜘蛛盯咬后 拥有非元走壁和超强感知力的蜘蛛侠 年轻的他在钢铁侠的引导下 成为了复仇者联盟 强大的一份子 黑豹 要隆重介绍他 地球科技之巅 瓦堪达的国王 掌控着世界上最稀有的金属镇金 他继承了历代君王强化的战俘 他有着超凡的感知力 耐力力力量和敏捷力 正如他的名字一般迅猛 漫威英雄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 一位史上最强反败登场了 他就是想要集齐六颗无限原石 理想是消灭宇宙一半人口的灭霸 为达成这一目的 他干掉一切阻挡他前进的人 复仇者联盟遇到了有史以来 最大困境和挑战 强大的漫威英雄的空前集结 组成全新的复仇者联盟前去应战 企图阻止灭霸不恶行 故事还远远没有完结 漫威电影宇宙的超级英雄队伍 还在不断扩大 我们期待更多强大英雄们的全新登场